小伙子,你会介意你的女朋友曾经和前任发生过关系吗? 前天晚上跟几个朋友一起吃饭,那我们就聊起了这个问题啊 有一个28岁的朋友啊,他说,我很介意 他觉得呢,如果女人能跟一个不确定是否能结婚的男人发生关系 那他真的是太随便了,不能要 而一个24岁的朋友却说,跟这种女人在一起 让他心里啊,他没有安全感,感觉自己嘛呀,随时随时会被抛弃 还有一个36岁的朋友说,谁还没有个年少冲动的时候呢 过去的事儿,我不问,他不停,我们就当呀,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只要我知道他对我好,很用心,就足够了 不知道屏幕前的男生们,你们呢,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